各位 鄉親護老兄弟姐妹虛虛 有多少高投資者 大家好 我是最喜愛台灣的 極天浩依 歡迎收看極天浩依的報業頻道 今天的主題是 就是這個 朝日俚圖 阿翔西斯部隊 說到阿翔西斯部隊最大的魅力 果然還是清澈爽口的後味 就是一般來說 辛酸爽口的後味 不過用在形容酒味的時候 辛酸的意思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 盡情享受 阿翔西斯部隊的清清爽口的味道 那就是朝日啤酒的總部 請大家仔細看一下 啤酒顏色的外景 然後那個白白的頂部 打造出像啤酒杯的感覺 看著... 人不就想喝啤酒了 大家應該知道 尖守這個地方 是在東京最有名的觀光地之一 大家如果有機會來東京玩的話 一定要來看那一棟 朝日啤酒的總部喔 不要錯過喔 日本有乾杯 乾杯 這個很棒的文化 乾杯就是 能讓人魚人更接近的最佳工具 所以我身為日本本地人 今天想要介紹 日本人到底什麼場面 什麼地方會乾杯 在日本跟朋友同事或者工作夥伴一起舉辦宴會的時候 一定要用乾杯這個口號開啟宴會的序幕 那你們要喝什麼呢 乾杯 乾杯 這是非常實用 也非常重要的日文劑子 來了... 終於來了 Super Dry 好壯觀耶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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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好喝耶 這個清新爽口的後味 就是《朝日啤酒阿沙 typed Super Dry的 müs雞一無二》 与众不同的魅力 所以這就是絕對吧 烤雞肉創的醬汁跟Supater 真的很大 很增淨的食慾 我想大家日本都應該知道 Nomu是喝的意思吧 然後是交流的意思 所以我們日本人 把這兩個單字融合在一起 這個巨章叫做 所以我們日本人透過 Nomu融為一體 對我們日本人來說 這個Nomu融是非常重要的時刻 而且在Nomu融上最重要的 關鍵就是啤酒Supater 很美味 我們日本人滿喜歡 邊欣賞風景邊乾杯 我們今天來到東京青宮塔 正下方的野餐區 YA YES 東京青宮塔是世界最高 有634米高的鐵塔 你們看 看起來滿好吃的 既然可以吃這麼美味的卡路 一定要用罐裝啤酒乾杯嘛 乾杯 乾杯 好美味 無論什麼季節 一整天都可以乾杯 說到日本的春天 桜 沒錯 日本各自的公園 可以看到很美的櫻花 邊掀上櫻花 邊喝啤酒 這樣才是人間天堂吧 說到日本的夏天 邊看煙火邊乾杯 乾杯 好清爽耶 每年日本的夏天 在日本各地都有 各種各樣的煙火大會 以及夏日祭典 邊新生煙火邊喝啤酒 再來是日本夏天的感覺吧 清清爽口的 超級煙火的後味 鐵定能讓 忘記日本夏天的炎熱 然後我想要強烈推薦的是 運動比賽 邊看運動比賽 喝啤酒這樣感覺很特別吧 尤其是邊看伴酒比賽 邊喝啤酒 越來越開起來 所以對我來說 阿塞超級煙火 就是在看伴酒賽的時候 不可遮瑕的東西 在日本各地 有很多種可以乾杯的時刻 在這個時刻 如果有阿塞超級煙火 就讓大家的日本旅遊 更加高興 說到日本的啤酒 果然還是阿塞超級煙火 像我這麼愛喝這段人 大力推薦喔 我希望有一天 跟大家一起在日本一起咖啡 咖啡 我在日本等你們來喔 無人 burning 還是無人 來吧 我來吧 開玩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